时间刚刚来到2022年,我们已经见证了太多历史 前有微软687亿美元收购动视暴血 后有索尼36亿美元收购棒机 再有AMD498亿美元收购赛林斯 而现在,英特尔也已宣布将以54亿美元的价格 正式收购Kanwar半导体 以此巩固自己在芯片代工领域的切实地位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请根据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对英特尔自身而言,在保持了多年挤压膏的构成之后 其他2021年便做出了重大改变 不仅是对再有业务进行了重组 而且技术性CEO帕特基辛格的上任 也正式宣布了ADM2.0战略的推进 而作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打造世界一流的代工服务就成了英特尔的首要任务 但是现在,英特尔宣布以每股53美元 总价值54亿美元的现金正式收购Kanwar半导体 而次举也大大推进了英特尔的ADM2.0战略 据悉,Kanwar半导体是一家来自以色列的晶圆代工厂 其实1993年,诟病了国家半导体的150毫米芯片制造设备 并在1994年成为上市公司 目前拥有一座300毫米晶圆厂 5座200毫米晶圆厂和一座150毫米晶圆厂 主要以特殊工艺技术生产各类芯片 包括模拟、传感器、MEMS、混合信号、IFCMOS和PMIC等为主 虽然在技术上Tower半导体并不是最先进的 但是英特尔看重的是旗下业务代工的丰富经验和深厚的客户关系 而在收购后,英特尔也将正式扩大自己的芯片代工服务 并为近1000亿美元的代工厂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所以就请继续期待 不挤牙膏之后的英特尔再次带给我们惊喜的那一天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鸡,我们下期再见